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又到了我们的主题单元了 今天制作单位给我的主题是 此生最不容易为情所困的五个星座 哎呀 可是难死我了 但是呢 的确有些星座 这个在感情的问题里面 是比较容易快速的走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 那请大家呢 待会再听我们讲星座的时候呢 参考你的太阳跟月亮星座 因为太阳跟我们的自信自尊有关 而月亮跟我们的情绪安全感有关 那我们会为情所困呢 往往不是因为对自己自信心不够 或者是有一些执着 就是有可能你觉得你的安全感是来自于别人 所以你会容易为情所困 那基本上呢 容易为情所困的星座呢 那个能量通常会比较偏土象跟水象 不过我们今天来讲五个星座 那首先我要来讲的是呢 摩羯座 为什么讲摩羯座呢 摩羯座它是土象星座 所以它很务实 并不代表呢 摩羯座就不会为情所困 可是呢 它能够接受现实 如果它发现这个人就是不爱你 不给你名分 不给你你要的东西 就是木已成舟 那它就可以怎么样 不眷恋 那通常摩羯座会为情所困的原因 都是因为什么 它可能跟对方的关系没这么简单 比方说它的经济上面要靠对方 或者是有孩子的因素 或者是说可能对方在事业上跟他有关联 要照顾 摩羯座是非常务实的 这个感情的关系里面呢 如果只是纯粹感情 而对方又跟你要分手的话 他看 这个没有办法再下去 他可以接受 然后呢 他会再看着有没有其他机会 那通常会为情所困的摩羯座 有可能我们开个玩笑啦 生存力不太好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可能你有很多的因素考量 跟对方绑在一起 所以你才离不开对方 才会为情所困 不然你会是一个现代的新女性 或新男性 那么再来呢 我想讲的大家应该不陌生 叫水瓶座 水瓶座呢 它在想法上其实是很有原则的 再来呢 水瓶座不管是爱情 还是单身的时候呢 他们都很喜欢要独立的空间 一个人呢 一旦能够跟自己自在相处 有独立的空间 你相对而言 在面临感情的挫折的时候呢 你比较不容易受伤 你比较能够呢 跟自己相处 那水瓶座它也可以 有一些不同的逻辑 比方说 他虽然觉得跟你不能做这个情人 可是他可以跟你做朋友啊 他的认定是朋友 所以他可能对你也比较 不会有一些像情人的要求 这可能也是他比较不容易 为情所困的原因 再来第三个呢 我要给射手座 射手座属于火象的星座 又是变动星座 那么 又是木星守护的星座 所以这三个条件加起来 他就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他很乐观 就是真的感情没法走下去 他会觉得 没关系 这个外面呢 有更多的这个机会等着我 他会比较乐观 第二个呢 有可能是 他在感情里面 他执着于一个人的时候 他永远觉得自己可以攻下对方 拿向对方 所以他不会觉得一点点小挫折算什么 这个是他就不会为情所困的原因 另外呢 这个射手座他其实很喜欢探索 所以有可能他有很多的这个外物 跟兴趣在外面 所以一旦遇到感情的挫折 他很容易就转移目标跟注意力 这个也是他不容易为情所困的一个原因 那么第四个 我要给白羊座 白羊座呢 其实是会为情所困的 但是他的这个为情所困的时间 非常的短或是密集 因为这个星座啊 他就没什么耐心 所以他在热恋情的时候 热恋指数可以达到100% 120% 非常的热 然后呢这个如果说感情上有问题的时候 在初期也非常的怎么样 急躁非常的焦虑 可是一旦这个热头过了 焦虑过了 吵过了 他没什么耐心一直吵 一直维持现状一直纠葛 他就会离开 而且呢 白羊座呢他是基本星座 跟摩羯座一样 基本星座的好处就是 他们喜欢开头 就这个男人不好 这个女人不好 没关系找下一个 他不像固定星座 固定星座就是 他只能有一个 而且他把这个 这一个弄凹对 你不对我要把你凹对 你觉得不行我要让你行这样子 不是 基本星座就是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所以呢 我觉得白羊座呢 也是比较不容易卫行索困的 再开创就好了 好 那你通常会有这个 卫行索困的原因 都是因为什么 就是 你觉得你没有攻下对方 你的好胜心啊 好 你只要没有那个好胜心 都是ok的 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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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同场加印一个 叫做双子座 呃 我觉得双子座其实是很两极的 好 那很多人都觉得很花心 好 是也是对也是不对啊 双子座呢 在感情的一开始 他其实会留很多的机会 好就是保留很多的可能性 他不会完全放真感情下去 所以呢 当他这个每一个对象都充满了好奇 他给每一个对象一些机会 观察比较 自然而然不会为情所困 可是 一旦他走进了一个关系 是稳定的 比方说婚姻或什么的 诶 他的这一个为情所困的几率 还是很高的 但是 双子座有一个好处 就是 他的情绪啊 永远是活在当下 他每天都可以依照不同的 这个资讯消息状况 有不同的反应 他可能今天告诉你 他非常非常爱这个人 第二天他会跟你骂这个人 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 好色 一大堆 然后呢 你当他的姐妹 你跟他一起骂完了 第三天 他又告诉你说 其实这个人呢 是他误会了 真的很爱他 他们很容易随着外在 跟他讲不同的事情 或者是另外一半 跟他讲不同的事情 或者是说 跟他吵完之后 请他吃大餐 送个鲜花 送个香水 哇 心里好得不得了 他就翻盘了 所以呢 双子座他不容易 为情所困的原因 是因为 他活在当下 每天都是初恋 每天都是最好的 所以这个是他 不容易为情所困的原因之一 那么以上呢 是我们给大家做的参考 但是要记得 好 我们是以太阳跟月亮为主 那有些朋友可能觉得 没有那么准啊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 有可能你有很多的行星 在土象或水象星座 比方说 像金星跟水星 很容易在 这个太阳星座的前面 或后面一个星座 你说这个太阳可能在水瓶座 可是呢 他金星水星或很多星在双鱼 那他可能还是会容易有一些牵扯 不容易那么走出来 或者是说 他可能这个看起来是太阳在射手 其实很多星在天蝎 看起来太阳在白羊 其实很多星在金牛 所以还是会去参考一些其他的组合 但是如果有越来越多的行星 都呆在这个刚才讲的五个星座里面 相对之下 是比较不容易为情所困的 如果有这个为情所困的状况 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是不是你自己有了什么样的执着 才会造成的 以上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些新的收获跟想法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次再见